二神下午在首尾目洞 举行了韓劇《嫉妒的化身》的制作发表会 该剧是SBS电视台于8月24日首播的浪漫爱情喜剧 由孔孝正、曹正世、高跟卓、徐志慧等人主演 讲述了不知嫉妒为何物的记者和猜发男 遇见神迹型气象主播后 因嫉妒毁掉形象并祈求爱情的浪漫喜剧 曹正世在剧里扮演外表俊朗 拥有聪明的头脑和好学历的老手记者 孔孝正则扮演三流大学出身 没钱没背景的合约志气象播报员 曹正世曾出演过众多电视剧 收视率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而孔孝正是继制作人后 时隔一年回归电视一幕 洋人将在剧中擦出怎样的火花 引发大众的期待 被问到洋人合作的感觉 孔孝正表示 孔孝正是在我的予论 身的容领 背景很像 红手似的表情 心有不足的 肌肉成绩 肌肉成绩 我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所以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我們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但我們曾經在公佑的朋友 我們沒有理由 我們會想要學習 我們會想要學習 這次回答1988中大獲元氣的高跟著 這次得到了嫖寶間的應言 對此高跟著說 當曹正師被問到 這次扮演的角色魅力是什麼的時候 曹正師表示 有很多人的心有 對忍不合的心學 其實我這麼想了 我多次的心想要死上了 我多次的心學習 能否受到的心學會 這種感覺 不足的心學 自信和自信感 跟悶的女生 和小崙人在 無借時 真的 我希望你能保持,保持,保持,保持 那些心情可能會發生